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洪武涉嫌受贿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已涉嫌受贿罪 对刘洪武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此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经查刘洪武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落实党中央关于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等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 搞变通 敷衍应付 甚至借机钻空子 搞腐败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私欲膨胀 贪图享乐 违规收受礼金 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在组织谈话 寒寻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寡连贤耻 道德败坏 搞钱色交易 但大妄为 目无法计 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热衷于搭建官商交往圈 处心积虑大搞全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拦 项目推进 资金审批等方面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